还是跟往常一样 就是多多少少上上下下 那个大概就是我不想说 要把它变成两位数 或者是死亡率只有单一位数的话 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应该要多打疫苗 那我们看我们现在是整个台湾 现在是面临的疫苗荒 也就是饥荒 像是大家都在抢食的样子 那但是有一些很重点的客户 我们很重点的 我们这个国民大概没有人考虑到 因为我们妇产医学会 就是曾经给卫福部有一个文件 是请求他把每一年生产17万 到18万的孕妇而列入 这个优先打这个Moderna这个药物 MRNA的这个药物 但是好像目前没有看到 有任何的回音 还有很多的妇女同胞 怀孕来找我来开诊断证明 我说开什么诊断证明 他说要写一个诊断证明是他不能够打AZ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我们还是给他写 因为你至少单位 你的服务的地方他会有一个说辞 他会帮你安排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不打AZ的都是说 因为有某些原因不能打AZ 必须打Moderna 所以我在想说目前的话 大概我们妇女同胞还没有列入 那所以要真的要列入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来想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外送这些人他也要来 那怎么办 我在想我们现在怎么样替国家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我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我们现在干脆 所有的剂量进来了之后 我们都打一剂 到直到有真正的疫苗大量进来之后再说 这个单剂像是Moderna这个药 它可以半剂打 也就是说你一针可以把它分成两支 然后这样可以50万剂可以到100万人 如果将来这个BMT打来的话也可以 BMT是30个microgram一剂 他们研究过10micro或者20micro都可以有用 而且它的效果不见得更坏而且更好 而且副作用比较少 所以现在就是在现有的剂量上 把它变成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另外就是打了AZ的人 希望他不要再打第二剂 延久一点三个月以后 这样子的话至少目前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 至于说将来还是要靠大量的疫苗进来才有用 刚刚讲过就是说孕妇不要打AZ 对不对 比如说得过乳癌的 得过子宫内膜癌的 很多跟荷尔蒙有关的这些妇女能不能打 也是比较危险 也不是说不能打 也就是说现在这样 因为他真正讲上次也提到过 疫苗引起的这些血栓是不太一样 但是还有在南非洲研究发现 这些高危险的像女性刚刚提到乳癌还有肥胖 还有三高的这些人 他的这个所谓的血栓也是增加的 也就是另外一种血栓增加 所以这两种情况弄得大家都害怕 所以目前讲只要有女性方面荷尔蒙的问题 那还是不要打AZ比较安全 好吧 什么时候解除三级警戒 大家关心这个话题了 陈世忠说目前还没有那样的条件 那陈宗燕副指挥官说持续观察 目前还是先维持三级 那是不是因为628以后各县市自己去决定了 他说目前还是维持三级 那另外益店是这个很怪 前两天传来他一个摄影 清晨死在这个洗手间 然后呢去一查确诊 那家人说他喜欢喝酒 到底是不是因为喝酒不知道 可是确诊了 确诊以后当然他们就很紧张 益店是要黏在那边查 然后就第一批就找了11个阳性快筛 结果呢到了晚上PCR检查 通通是阴的 那这太怪了 11个阳的照理讲 你有个七八个阳性嘛 就两三个也许尾阳 怎么会全部是零呢 那到底是这边有问题 还是这边有问题呢